Hello,大家好,我是冯澄澄,来自美丽的山城重庆,现在生活在美国的加州。 昨天呢,没有更新视频,和几个来自网络上的朋友聊天。 一个朋友告诉我说,澄澄姐,我曾经用过十几个跨国婚姻的网站, 也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三年多,而且还被骗了十多万。 但是到现在,我都还没有找到一个真诚的人。 另外一个朋友告诉我说,澄澄姐,我从2014年就走上了跨国婚姻网恋这条道路, 但是,我到现在,也没有找到我的一个男朋友。 还有一个朋友呢,他很年轻,才三十多岁,而且呢,非常聪明,与时俱进。 因为他会用什么翻墙软件,翻到美国这边的跨国婚姻网站上, 去一波男士聊天,去链接,当然,这些是我不懂的。 为什么我会说到这三个案例呢? 是因为我在我的评论区,看到很多的朋友给我留言说, 你可以给我一个国际婚姻的网站吗? 你可以把你聊天的国际婚姻网站给我吗? 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样的网站是最靠谱的吗? 你可以给我一个国际婚姻网站的APP吗? 首先,我想要说的第一点是, 希望这些朋友不要到任何一个海外博主的留言区去留下这样的评论。 因为任何一个海外博主是不可能在他的视频里, 在他的评论区,甚至私信里, 给你回复任何链接,任何APP,因为这样是违规的。 第二,你留下这样的评论可能会跟很多网络片子与可乘之机, 因为他们在不停地寻找这样的资源,寻找这样的猎物。 当他看到你这样的评论的时候, 他会私信你,说他是在国外,然后去赞美你一番, 你还觉得自己真的是多么优秀,运气真好, 就这样留一个评论就遇上了这么优秀的男士, 实际上没想到你却成了他的猎物。 另外呢,很多分界机构,他们也在寻找资源, 他们看到你的留言,也可能会私信你, 然后就让你陷入各种混乱的局面, 混乱的选择当中。 所以呢,希望大家谨慎一点。 第三呢,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, 我真的也不知道哪一些国际交友的网络平台是可靠的, 因为我自己只用了一个国际交友的网络平台。 我想,我包括我身边的朋友能够快速地找到一个真诚而优秀的男士, 来源于我交费去学习网络聊天的技巧和方法。 因为任何一个国际交友的网络平台上都是鱼龙混杂, 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骗局, 有骗钱的,有骗鸟的,有骗勤的,有骗色的。 所以我们要用学到的方法去排除这些渣男, 选择到一个真诚的男士。 然后我们在这些真诚的男士当中, 去选择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男士。 如果你没有技巧,你没有方法, 你怎么去排除这些不良的因素, 简单的打个比方说, 比如放什么样的照片, 写什么样的简历, 怎样和男士去谈经济, 谈未来, 谈孩子, 这些都是需要技巧和方法的。 我记得我一个朋友, 当他上网聊天的时候, 他就直接去问人家, 你的房子多大呀, 你一个月收入多少啊, 这样不是就把别人下桌了吗? 还有一个朋友告诉别人说, 我就是想移民, 我就是想到美国生活, 这样也把男士下桌了。 所以关于网络平台, 关于跨国婚姻, 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合的, 如果你真的想要走这条路, 可能还是应该要交那么一点点学费, 让自己变得优秀, 让自己变得会说话, 因为网络交友, 靠的是语言魅力。 第四啦, 我想说的是, 你真的想好自己需要一段跨国婚姻吗? 因为跨国婚姻也有幸福的, 也有不幸福的, 也不是说所有的跨国婚姻都幸福,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跨国婚姻都不幸, 不管是国内的婚姻, 还是国外的婚姻。 我觉得婚前的选择大于婚后的努力, 不知道大家赞不赞同我的观点。 你真的想好需要一段跨国婚姻吗? 你做好心理上的准备了吗? 我想, 如果你想走一段跨国婚姻, 你一定要在自己的心里问三次, 问问我能不能去适应不一样的生活。 因为跨国婚姻面临着生活环境的不同, 生活习惯的不同, 文化习俗的不同, 语言的不同, 隐私习惯的不同。 而且还要远离父母亲人。 你有想过吗? 所以当你决定要走一段跨国婚姻的时候, 你一定要问问自己, 我能够接受这些东西吗? 我能够为了一段跨国婚姻去付出努力吗? 就像我一样, 我来到这个异国他乡, 我需要学习语言, 所以我非常努力地在学英语, 然后我都要和我老公去适应彼此的文化。 可能很多朋友看到, 很多的跨国婚姻他们可以吃中餐, 说实话, 我们家里是不吃中餐的。 所以, 屏幕前的朋友, 不管你是男士, 还是女士, 当你想有一段跨国婚姻的时候, 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, 一定要做好比早一段国内的婚姻, 更加的努力的思想准备。 所以, 我想再重复地说一下, 希望有想走跨国婚姻的姐妹, 不要去到海外博主下面留言, 这样对你是不利的, 而且你想要跨国婚姻, 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。 如果你正在网络上聊天, 一定要小心网络交友上的各种各样的骗局, 污紧你自己的钱袋子。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, 请给我长按点赞, 评论, 转发, 希望有更多的人不要受到伤害。 如果大家希望我可以在以后的视频当中, 分享关于跨国婚姻的骗局,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 谢谢大家的聆听。